大家都养过什么宠物吗 我养过小兔子 养过狗子 养过兔子 我养宠物的经历 就是比较坎坷 我小学的时候 学校带我们去游游 然后那种 供人门口卖那种小鸡小鸭 啊 我们门口也会有 然后我就会买回家养 就有一次买了一只小鸭子 然后就是上学回来 我妈就跟我说 你的鸭子死了 我嗯 他怎么死了 他说给他喂水的时候 给他那个带瓣的杯子 然后他就卡在那个瓣里面 然后把自己给卡死了 嗯 就挺悲惨的 然后我最后养的一只 是一只小乌龟 把它从这么小养到这么大 哇 那很有成就感呢 圣诞节过后面12月26号 是他的生日 就我买的那天 还记住生日好厉害 那是我可能养过 最久的一个蟑螂 他老不理我 每次我回家 他要么就在那边抓那个缸 你知道吗 然后要么就是 连理都不理 不踩 可能这个电波 可能还没有给他到 可是没有学会归言归语 我小的时候养过兔子 很小的那种兔子 但我那个时候养得特别好 我每天带他到那个山上去散步 山上 是山上 我们后面有个山 我带他去山上散步 然后吃草 然后终于有一天 我的小兔子长了这么大 然后有一天我回家 然后发现今天晚饭 非常的丰盛 但是却不见我的兔子 真的假的 它变成了一桌晚饭 真的 麻辣兔头 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吃的时候 我说这个菜很好吃 怎么样 然后 然后我妈就说 这是你的兔子 我 然后她就爱上了兔子 然后我那天就狂哭 我说为什么 我这是我养的宠物 你们不能这个样子 然后我妈说你吃个 我说不吃 我绝对不吃 但那个兔子是那个是可以吃的那种 但是我拿来养的 对 反正今天也算是我小的时候一个阴影吧 对 我虽然现在养着每天说要吃火麻辣 但是我不会吃它的 嗯 我希望未来可以有时间 就是去养一个 就从小养到大的宠物吧 嗯 我是有养了三 像四只帮猫咪 就是捡的流浪猫 偶然间碰到的 你就觉得可怜吗 然后就捡回家里面养养养 养到很大很大 那在我其实是进营之前 有一只猫猫 它就去世了 已经养到16岁了 那很大了 对 在人的年龄 就是90岁100岁这样 就是年龄很大了 已经是很长寿了 但最后它是生病走的嘛 因为它就是年纪太大了 就是身体机能啊 各方面都不行了 所以后来我爸爸就决定把它送走这样子 因为它真的很可怜 最后不吃不喝了 然后就很痛苦 我从小我就喜欢养动物了 我养过鱼 兔子也养过了 真的让我改变我的想法 我在营利的时候我也说过了 我想当住行 但是我没说为什么我想当住行 不是我想有很多的粉色 我不是只喜欢唱歌跳舞 但是我想 想赢别人的人啊 哦 如果我成为很好的爱豆 如果你喜欢我 我喜欢狗 我可能改变你的想法 就想起带头作用那种 因为我看了好多视频 有人欺负动物是这样 真的让我感觉这个不行 我要阻止它 我真的想改变世界 我想帮助动物 真的这是我的最高的目标了 因为我真的真的好爱动物 如果我看到很松很松的人 欺负动物 然后我养狗啊 有很多人骂我 为什么你养这么多 为什么 是这样 但是 每一个动物 我养它 好像我养我的儿子 像我养我的 是每一天我真的 疏忽它 我真的 爱啊 不是只想跟它玩的 现在我有三只小狗 在我的 在泰国 现在有捏捏 怎么 嗯 然后 为什么我养猫 现在因为 每一天它会等着我回家 嗯 是的 所以我养猫 但是 猫和狗我都爱 这个已经不行了 我